江湖号称帝国坟场的阿富汗 在哪里 地主西亚 南亚 东亚 中亚交汇之处的阿富汗 是亚洲最便捷的路上交通要道 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连接亚洲各地的关键节点 同时 它也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地带 更是主要西方霸主 称霸天下的三个潜在对手的聚集地 阿富汗的国土面积达到64.75万平方公里 然而可用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2% 自然环境恶劣的阿富汗 国内五分之三的交通条件极其不变 主要对外贸易路线 是通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穿越开布尔山口进入阿富汗 然而如此贫瘠的一块土地 正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了历史上各帝国先后争抢的一块肥肉 19世纪前 这里就是众多帝国 争夺 控制和侵略的战略要地 进入19世纪后 大英帝国为了打通非洲跟南亚的殖民通道 先后三次入侵阿富汗 最终折击全杀 狼狈舒畅 1979年 苏联遇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 以便实现印度洋到远东地区的大包围战略 率兵十万 兵分两路 武装入侵阿富汗 在陷入长达九年的战争泥潭后 于1989年 在阿富汗狼狈撤军 最终 为苏联的解体 买下了不可逆转的祸根 2001年 美国以911事件为由 以反恐之名 与联军一起 兵分多路 进入阿富汗 对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进行军事打击 在长达18年的战争期间内 美军近2300人 在阿富汗战争中丧生 造成经济损失 高达2万亿美元 2020年2月29日 阿富汗战争 以美国与塔利班 签署和平协议而告终 阿富汗为何如此难以被征服 境内的星都库什山脉 直东北向西南延伸 造成阿富汗高原和山地 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四 四处都是崇山峻岭 这里根本不适合 大型机械化部队作战 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早就适应了四处游墨的生活 是天生的游击队员 且因为长期战乱 而形成了彪悍的民风 游击队的威力可想而知 阿富汗境内派系林立 令外部势力 无法快速有效地 找到进攻对象 也就更难将这些派系 有效地整合起来了 有效地整合起来